徐江表示,恒大在2月6号27,东宣一前一天,通知了一批球员不用归队。 喂,正式启动。这些球员基本不会以恒大球员身份征战明年中超。他们的选择。有的已经去了天海。有的在谈其他俱乐部。有的选择原地待命。毕竟去新俱乐部要重新签合同。 徐江罗列了多名恒大球员的照片。其中包括徐欣、张文昭、王善元、郑龙、邹正、荣浩。徐江进一步解释,恒大2月5号通知这些球员新赛季不在计划内。 2月6日,新签的球员完成东迅二期手续。骑驴找哪?马找到了。驴就没价值咯。这个时间你让球员找对难度增大了。 当然。职业足球不需要温度。一切以球对利益为重。否则黄马成为不了世界最成功的俱乐部。新赛季亚冠联赛资格赛已经开战。小组赛开赛时间也不摇软。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注意表示,恒大一开始在亚怪爆了一批人。 但后又修改名单撤了一批。除了之前外租的球员以外,还包括张成林、廖立生、徐欣、张文昭、郑龙、邹正等。 被下放的冯销婷,则一直没有出现在名单里。张成林、廖立生,已经加盟天海。 王尚源、荣浩上赛季,分别被租界制剑业、申花。 徐欣、张文昭、王尚源、郑龙新赛季在恒大失去了位置。 至于是转会离队,还是租界出去。 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。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恒大新赛季的阵容变化幅度将非常大。